记者张瑞珍台中报道,今天一日是台湾民俗中的农历尾牙,台中市南区国光礼福镇宫土地宫庙,连续40年在尾牙当天请黎明吃汤圆,并邀请书法家谢药团等人写春联,送春联,冷气团C来袭,人抵挡不住数百位民众热情,向土地宫祈求平安,健康,现场阳一年节将谢的欢乐气氛。 市议员邱苏珍也到场向民众致议与拜早年,他表示,国光礼福镇宫在农历尾牙准备平安汤圆,免费提供黎明享用的习俗,已延续40多年,除祝贺居民平安快乐外,也可促进黎明之间的互动,增进情义,实森有意义。 郭光礼长陈仁荣说,他当巡礼长后,延续上述活动之外,又邀请书法家现场辉豪,加入写春联与送春联活动。 今年已迈入第16年,受邀的谢药团等书法老师各有擅长,不论草书、历书、开书等书法体,甚至诗年化,都十分漂亮与生动,获得民众的喜爱。 吸引约500名,民众到场所取。 陈仁荣说,郭光礼,汤圆远近驰名,共动员十位爱心妈妈协助。 事前备料包括虾米、冬虾、香菇、葱头、肉燥、猪油、通糙、韭菜、芹菜、香菜等,都亲自采买。 细笛,符合卫生,不论甜汤圆、咸汤圆,口感佳,一点都不马虎。 一日准备160斤汤圆,全都分享出去。 民众黄小琪说,上午天气冷嗖嗖,他的手机显。 室气温只有14度,在寒冷的天气里,吃上一碗热腾腾的汤圆,一股暖油涌上心头。 尤其物价上涨期间,有免费春联可以索取,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词句书写。 满足需求,有吃又有拿,感觉超级开心。